第十五個大雨治水 很久很久以前,洪水緊張氾濫,大水淹沒了田地,重回了房屋,毒蛇們說倒置傷害百姓和山豬,人們的生活痛苦極了。 洪水給百姓帶來了無數的災難,彼此治好他。當時,一個名叫庚德蓮林家大家治水,他只知道豬吧潭水。 秋年過去了,洪水仍然沒有消退,他的兒子雨繼續治水。 雨離開了家鄉。 雨治就是十三年。 這十三年裡,他倒出便走,曾經多次入過自己家門口。 可惜他認為治水要進,一直也沒有走進家門看一看。 雨吸取了跟治水失敗的教訓,再用水道的辦法治水。 他和大家一起,失敗了很多海道,讓洪水通過海道,最後流到大海裡去。 洪水終於退了。 洪水被進出了。 洪水的門口被警察。 不足被警察封印的搬頭。 堤陽水都被警察封印了。 洪水營入了很多 polki村的島上。 北京城沖的護岸。 他們在北京。 外利用城沖的土地上。 農業生長渐渐回復了。 維新安修了那葉。 在其他城沖上衍來的羅cribe。 中文字幕——YK